大家好 欢迎收看AI News 我是佛丽莎 南部边境的情况愈演愈烈 联邦政府除了动嘴就没有任何的实际行动 一直都是以德州为主 自己在对抗边境危机的问题 更何况拜登政府被人抓到深更半夜偷偷摸摸的 把非法移民往各州转移 大多数的目的地都是保守派的州 要转移说一声啊 我们来帮忙啊 干嘛偷偷摸摸的呢 于是德州州长就派大巴车把这些非法移民 送到那些庇护州以及庇护城市 比如说像是纽约啊 华盛顿 上个礼拜还送去了一个新地方 从德州出发的 载了75名非法移民的大巴车 开往了芝加哥 德州安排他们井然有序地上了车 车上的配备一应俱全 有冷气 有食品 有水 连安保人员都配齐了 芝加哥市长Laurie Lightfoot 自成是非常欢迎大家过来的 他开记者会表示 我们芝加哥太热心了 我们太欢迎所有的人来到我们这里 需要帮助的人都能在这里获得帮助 这听着不是挺好的吗 但是这话说了还没有一分钟 马上又变脸了 德州州长这么办事 太不爱国了 非常不美国人的做事方式 而且德州州长这样的行为造成了人类危机 我认为这就是什么我们站在这里 我认为它是决定的 不 patriotic和不美国人 我明白这些抗力 那些民族的东西 和其他其他领域的东西 我们看到这种日常的 但这事要做的不是这个 这就是发生了一个人的危机 我完全同意他说的人类危机 因为这的确是一场人类危机 但是造成人类危机的 并不是德州拉到芝加哥的 这75个非法移民 造成人类危机的是开放的边境 拜登政府以及这些庇护州 如果他要是想要谈到人权 自尊和尊严 那么从德州拉来的这些 在大巴车上有吃有喝 还吹冷气的非法移民 他们没有失去任何一样 是他们自己丢弃了自己的自尊和尊严 从边境非法闯入 而且还表示要永久地赖在这里 享受这里的福利 这位庇护士的市长 在抨击了德州州长的为人之后 还抨击了他的信仰 说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啊 这怎么会是基督徒的样子呢 这跟我过去接触过的圣经的教导 是完全不一样的 we open up our arms and we welcome those who have struggled to find a decent quality of life elsewhere and the way that we welcome them is not what the governor of texas is doing it is absolutely unamerican and i urge him he professed to be a christian this is not the christianity and the teachings of the bible that i know and i think religious leaders al across the country are standing up and denouncing exactly this but what we must do in this moment is make sure that we do live our values and we open up every opportunity that we can to support these migrants who have had such an arduous journey getting here to Chicago here is a land where we believe in justice for all and we're always going to welcome them and do everything we can to support them Greg Abbott是不是一个合格的基督徒 我想并不是一个由支持犯罪 支持杀害生命的同性恋市长能够评判的 如果他们真的对美国人的生命 有一点一点尊重的话 他们就不会对开放的边境不闻不问 从边境进来的人呢 其实并不是百分之百的 需要寻求帮助的非法移民 因为看到从边境进来的人 大部分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 真正的妇女带着孩子过来逃难的 根本都没有几个 来到这里的女人 大多数都是被人口贩卖集团控制的 他们是被这些人抓来当妓女的 而不是来这里享受自由和人权的 持续开放的边境呢 也吸引了更多的非法移民过来 就在上个礼拜 又有九名非法移民 在边境的河里被淹死了 到现在为止 被拐卖的 携带毒品的 贩卖非法枪支的 要过河非法入境 结果被淹死在河里的 在车里被憋死的非法移民都不知道 已经有多少人了 更不要说 现在已经有很多这种非法移民造成的各种犯罪案件 有在佛州性侵八十多岁老太太的 还有性侵未成年的小女孩的 杀人的抢劫的更不用说 这些事情都在危害着美国人的生命 从老到小一个也不放过 那么近期呢 边境的检查人员也发现了超巨量的 做成了彩虹样子的芬泰泥片 从边境进入美国 芬泰泥呢 是一种非常危险的鸦片类合成毒品 它的强度是马飞的五十到一百倍 只需要两毫克 就可以置人于死地 那么这种新型的彩虹样式的芬泰泥 明显就是针对儿童 针对青少年 以及年轻的成年人为目标对象的 如果被孩子当作糖果物时 后果将不堪设想 楼泥的检查人员 大山 尝通주고 问这些ö典免 z zoo 能盛制得着 校团柯病苹 Supp дан 那些个兹藥 fixing 这些细 enfrent进令 我觉得这种 Body 我先为了 例和 并轻疑 一下 美好的 应该 姆 从幼稚园到幼稚园到幼稚园到幼稚园都在用这些 当然小孩子们也认为它们可以用糖果 就像甜甜串或乳酪 他们可以吃这些 他们会从这些药吸引这些药 边境的开放已经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后果 那么联邦在边境到底在做什么呢 他们才把人放进来 德州边境有一个大铁门 这个大铁门一直都是属于私人财产 过去一直都是开着的 后来这块土地的拥有者 就允许德州以及联邦政府的机构在这里工作 于是德州政府就把这个门给锁上了 因为这个地方是非法移民走进美国来其中之一的入口 德州把门锁上之后不久 联邦的边境管理局的人就来了 怎么来的 拿着钥匙来的 直接就开门把等在外面的这些非法移民给放进来了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边境管理局给非法移民开门的这一段视频 这些帮助人非法入侵美国的人 就是美国自己的边境巡逻队 在这些人还没有踏进美国领土的时候 他们就还没有触犯到美国的法律 但是让他们在美国犯罪的恰恰就是美国的执法部门 边境危机的问题不仅仅是说 我们可怜可怜这些人就让他们进到美国来生活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 美国的经济安全教育医疗孩子青年人 老年人所有人所有生活的一切都被开放的边境影响着 而且影响的是我们的生死村王 有朋友问我们说说 哎你们这个频道啊 为什么没事总讲堕胎的话题啊 这个话题呢大概除了基督徒之外 没有什么别的人会特别在意 是 我明白 我也看出来了 很多人认为自己是保守派的华人 其实并不是很在意堕胎还是不堕胎 他们仅仅只是同意保守派一部分的观点 但是好像到了生命权真里面 就变成了一个最不重要的问题 那么我们在节目中反复强调的原因呢 也不仅仅因为我们是基督徒 所以我们反对杀害生命 因为是否能够堕胎 是对生命最基本的尊重 是对美国人的生命最基本的尊重 因为堕胎就是杀人 杀死一个就是杀死一个美国人 如果左派 他们连一个国家中最弱小的 甚至都没有办法为自己辩护的生命 都可以立法随意的杀害 你认为这些人会在意我们的生命吗 如果自认为是保守派的选民 和左派一样不在意杀人的后果 也认为杀人是可以被原谅的 或者在某种情况下杀人是可以被原谅的 那么可想而知的就是 法律跟秩序在这里就难以维持 生命就不会被尊重 那么带下来的结果就是 他们不仅不尊重婴儿的生命 他们根本就不尊重任何人的生命 不管是你的还是我的 是你的孩子还是年迈的父母 这些生命在他们眼中都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所以他们才会对开放的边境置若网闻 他们会在边境开放进入无数走私枪支的时候 依然给美国的合法公民带来更多持枪的限制 让人更难保护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所以他们就不在乎美国人的心理和生理健康 让年幼的孩子接受和事实完全相反的性别洗脑 以及注射青春期组织剂和切除器官等等 因为这一切根本的根源就是 他们完全不在意生命的价值 在南加州的Newport Mesa学区 推出的健康教育教科书 声称有超过十种性取向跟八种性别 那么Newport Mesa这个学区 就包含了非常有钱的Newport Beach Costa Mesa和Corona Delmar这几个城市 那么这一个学区订购的这本书 叫做高中综合健康技能 这个教科书声称有八种不同的性别认同 包括什么 雌雄同体 竹性别 不符合性别 性别质疑和非二元 那这些词呢 我不知道这些写书的人到底懂不懂 反正写出来之后 我是没有一个明白的 那么学校现在这样的行为 好像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讲 已经是一个见怪不怪的事情 但是在这些孩子的群体里面呢 这些变性的手术还是在继续的发生 而且越来越多 在上个周末的时候 在佛罗里达州的一名医生和患者的照片 被PO在了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原因就是因为 这个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这一位整形外科医生 他发了一张与切除健康胸部的小女孩的合影 这个整形外科医生 名字我不会念 C8什么的 那这位医生呢 他是专门从事变性手术的医生 这一次他与患者术后合影的曝光 他是发在Instagram上面 那他在这个下面就写到 说 看那个微笑 恭喜你 对 他在恭喜一个健康的女孩 切除了他健康的器官 然后还是他亲手给切除的 一个年轻的女孩 完全失去所有的基本常识 被学校 被网络 被社会洗脑 然后开始讨厌自己的身体 认为只有消除他身上女性的部分 他生命才是有意义的 他才是感觉到快乐的 他才是会被人关注的 而这个医生呢 不仅仅只发过了 这一个骇人听闻的照片 他曾经发了一条社交媒体说 我才发现 原来我下个礼拜 只能切掉四个胸部 然后后面放上了一个哭的表情 还有一个哭笑不得的表情 有这样的问题出现 有这样邪恶的人 有可乘之机 都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 在意公立学校里面的教育 也没有好好的 父亲父母应该承担的责任 也没有好好的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 也没有好好的把圣经真理 交给我们自己的小孩 那么在前一段时间的一个活动里面呢 我跟Eason就碰见了一个 我们南加州这边 罗兰港校董会 寻求连任的一个人 他现在就已经在罗兰港的校董会里面 这次是他连任的竞选 这个人呢 是一个非洲裔的女人 那他看到我们之后 就很开心地告诉我们说 他现在在参加校董会的竞选 但是他这个职位呢 他是没有任何的竞争对手的 只有他一个人报名 所以他就可以轻松地获得连任 那因为当天呢 是一个保守派的聚会 所以我们当时就自然而然地认为 这个人是一个注重教育道德 甚至很有可能是基督徒的一个保守派 但是在我们知道他是校董会成员 而且这次在寻求连任 而且没有任何对手的情况下呢 我们就问了他几个问题 但是他回答的答案呢 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我们那个时候就才发现说 哦 原来来到保守派聚会的人 不一定只有保守派 我们当时就问他说 你对于现在学校里面的性教育 以及这些变性同性的这些教育 有没有什么看法 他说 我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 我一听到这个答案呢 我心就凉了 然后我又问他说 那你支持儿童变性吗 他的回答还是同样的 说 我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 那我们又问他说 如果一个男孩 他想要变成一个女孩 他跟学校说 他想要打针 想要切除器官 那学校会怎么做呢 他说 学校会提供方法来帮助 我说是提供哪一种方法来帮助 你是帮助他要切除器官 还是帮助他寻找心理辅导 告诉他说 这一切都是错误的 他就不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 他只是说 我们会提供帮助 那我又问他说 如果 Ethan 这个人站在这里 他说 他要当女孩 让你管他叫 Lily 你叫吗 他说 叫啊 那我又问他说 你认为这属不属于 心理疾病的范畴呢 他说 我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 这样的人 就在我们的校董会里面 这样的人 就在我们身边的校董会里面 这样的人 就在我们孩子学区的校董会里面 很多时候 这种信息 我们其实是很难掌握的 这个就是要靠大家一起来关注 我们才不会有盲点 我相信在罗兰港的校区 如果真的有家长 在意孩子教育的话 那么这个人 他在这一次的选举中 他一定会有对手出现 如果真的有家长 在意孩子教育的话 这样的人 他不可能会赢得连任 如果你的孩子 现在还没有在家教育 还是在学校上学的话 那家长一定要去了解 学校的老师 以及校区的校董会成员 有发现任何的问题 任何的爆料 欢迎给我们发邮件联络 contact us.ainews.gmail.com 那当然呢 在这一次的七中选举里面 我们也需要大家帮忙很多的活动 很多的义工 很多的祷告 也都需要大家的参与和帮忙 这样的话呢 我们才有可能去打一个翻身仗 要知道 打这场仗真的一点也不简单 需要确实的 每一个人都参与进来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我们才有可能翻转 我也鼓励大家 不管你在哪里收看我们的节目 欢迎你积极的参与到你们当地的选举当中 那在这里跟大家报告一个活动 在这个礼拜天的下午 1点45分的时候 在南加州的何陶市市政府门口 我们将举办走岛军团的祷告活动 那么在这一次的祷告活动里面呢 有何陶市市长 联邦国会加州38区的候选人秦振国 以及加州30区的参议员候选人Mish Clements 加州56区的众议员候选人Jessica Martinez 还有加州64区的众议员候选人Raoul Ortiz You first campaign 这四位候选人来邀请我们一起来祷告 来转化属灵的空气 宣告神的话语 为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州 还有我们的地区 为这一次即将到来的七中选举 带来祝福和宣告神的主权 欢迎大家来参加 我知道呢 有很多的牧者 还有很多祷告的勇士 现在都在观看我们的节目 我们也知道 有很多爱国的朋友 也都在观看我们的节目 这是一次非常好的 和你选区的候选人面对面的机会 千万不要错过 那如果你是住在南加州的话呢 欢迎你来跟我们一起来 加入到这次的活动当中 那由于呢 当天我们要走路 所以请大家穿着舒适的衣服和鞋子 那到了现场之后 我们也会为大家来提供饮用水 我又查看当天的温度 礼拜天哈 温度不是很高 热浪已经过去了 是一个休闲走路非常好的机会 欢迎大家来 也欢迎大家叫朋友一起来 请大家来看我们的评论区 以及信息栏的线上报名的方式 或者你也可以直接给我们打电话 6264088872来打电话报名 那最后呢 还有一个祷告的请求 就是之前我们曾经报道过的 AB2223号提案 这个连出生以后的婴儿都可以杀死的 这样一个提案 在加州的参议院和众议院 已经全部都通过了 现在只等着纽森签字 那纽森呢 作为州长 现在可以有三个选择 一个是签字通过 第二个就是否决提案 那就是不能通过 第三个就是他什么也不做 如果他要是一直不说话 他不做任何的选择 那么这个提案就会自动的通过 那我也相信 王德新在耶和华的手中 好像垄钩的水会随意流转 请大家来继续祷告 来阻止这样一个杀人的法案 这就是我们现在能做的一件事情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让我们看到加州的参议院和众议院 多么的重要 这样如此邪恶的法案 居然能够在加州的参议院和众议院通过 所以我们更要为这一次的七中选举来祷告 欢迎大家来加入到我们周天的走岛行动当中 好 那在最后呢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有一件事 在结束之前我必须要跟大家交代一下 有朋友问说 说芬莉莎去哪了 在这跟大家报备一下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 我们真的会很忙 一直到七中选举之前 我们大概都会很忙 因为我们现在工作的范围呢 不仅仅是在YouTube线上啊 我们已经连接到了线下 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走出了 只动嘴不动腿的YouTube频道 我们现在呢 有很多的参与到线下的选举活动中间 那这个呢 是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做的非常实在的事情 就是不仅仅是在网上呼吁大家 或者是给大家分享一些新闻 也在分享的同时 我们也希望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 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在现实生活中 积极参与到这一次的七中选举里面 我们想尽我们的全力 来帮助这一次的七中选举 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 所以我呢 出现的次数就稍微少了一点 希望大家能够原谅 Ethan会一直陪伴大家 那好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那也感谢大家对我们一如既往的支持 欢迎你点赞 评论 分享 转发我们的视频 礼拜三的走岛 我们等你来 大家有机会可以跟四位候选人面对面的交谈 好那以上就是本次的全部内容 我是弗里莎 我们下次再见 过去两年 因为防疫的缘故 不单大型活动被迫取消 教会的聚会也转到网上进行 最近由于疫情开始放缓 教会也陆续恢复聚会 这正是传福音及鼓舞弟兄姐妹 重新回到神家的良机 是逢南加州脚生步道会30周年请 脚生将于9月10号星期六下午3点半 在洛杉矶台服基督教会 以及9月24号晚上7点在国际大使命教会 呈现一出以反映现实为题材的音乐话剧步道会 除了舞台剧 这次聚会还包括音乐和敬拜 由叶郭丽湘牧师指导的水仙合唱团 也将在聚会中现场 千万不要错过最后两场压轴好戏 让我们一起在步道的事工上重新出发 一起参与后疫情时代的福音行动 那一直都是以德州为主 自己在对抗边境危机的问题 更何况拜登政府 Gazeta The prank Game Ove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